中广论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世修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这两三天最热门的新闻呢 大概有两则 第一个就是台湾到底有没有在 12月31日通报WHO 这个关于武汉的疫情 有人传人的风险 那第二个呢 就是新加坡总理夫人何金 在脸书上呃了一下 他对我们台湾说要捐口 遭到新加坡的事情 发了呃 然后就引起了 这个台湾包括新加坡 反正就是引起了非常大规模的比赞 那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台湾网友 竟然去出征何金的脸书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就来谈这两个事件好了 首先是这个台湾到底 有没有在12月31日通报WHO 人传人的风险呢 目前我们的官方说法是 有我们在12月31号就通报了 但是呢WHO不理会我们台湾的警告 所以才导致了世界各国的疫情失控 变得如此的严重 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12月31号我们在干什么 12月31号当时应该是总统大选的尾声 已经选战进入最白日化的阶段 当然我们印象中在12月份 甚至更早在11月份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陆续听到 好像对岸有一些不明肺炎的这个疫情 那尤其在12月30日的时候 其实武汉当地的官方就已经发布了一个紧急通知 然后说有这个不明肺炎的疫情 而且病人已经做好了隔离 这个都是官方的通知 所以在12月30日的时候 这个紧急通知就已经广传在对岸的社群网站 论坛上面了 那台湾这边呢 也是从这一个社群网站上 大陆的社群网站上看到的 所以呢我们就拿着这个 这个大陆社群网站的这个 看起来是武汉官方的通知 我们就去跟WHO的窗口求证说 哎现在发现什么事情 就问他们 那WHO就说好 那我们收到了 那我们帮你问一下 中国大陆那一方面的消息 所以就转过去了 那中国大陆官方的消息呢 也很快在当天就回传了 他们说已经派了专家 已经抵达了武汉 然后准备来做这个疫情的这个调查 那目前因为症状什么的 还有什么的都不明确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 他们自己都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个其实在12月31日的时候 各位可以上卫福部的网站 你去看卫福部网站有一个 新闻稿的一个专区 然后你把它翻 你把日期往前翻 翻到12月31号 你可以看到12月31号的时候 我们卫福部其实是有一个新闻稿的 他说我们当天就已经跟WHO的窗口 询问了这个发生的状况 那中国大陆官方也给我们第一时间 给我们回复说 他们还不确定 他们专家已经抵达了当地 正在调查当中 那如果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消息 会第一时间的回报给WHO 那WHO也可以回报给我们 这个其实还是真正当天 12月31日当天发生的情况 请注意从头到尾有没有提到人传人的事情 没有 台湾这边的讯息 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人传人 但台湾现在 这个已经过了四个月之后 现在我们台湾这边强调说 我们当时就已经有警告了 那到底警告在哪里 所以呢在前两天 在各界的逼问之下 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就公布了当时我们台湾给WHO的信件 英文的信件 结果不公布还好 一公布其实我觉得我真的看傻了 如果你看了一点懂基础的英文 你去看那一封 陈时中公布台湾给WHO的信 里面真的没有提到人传人的风险 那我们的中文翻译是什么呢 我们在现在我们的官方的说法是说 当时我们已经跟WHO说 你看中国大陆已经有隔离的病例了 竟然要隔离 代表他有传染的风险 所以呢我们已经在当时就强烈的暗示 有人传人的风险 你看我们有强烈的暗示 那你怎么就猜不到呢 你猜不到那是你的错啊 对我记得前两天我有个朋友 这个是一个已婚的男子 他就开玩笑跟我说 这不就是跟当年追女朋友时候一样吗 对这个泰座大人 说要吃晚餐 要吃什么呢 随便啦 那吃这个好吗 吃面条好吗 不要 吃饺子好吗 不要 吃吃什么 吃披萨好吗 不要 你要猜我的心思啊 我都答案都那么明显了 我怎么知道你要吃火锅啊 对这是来自我朋友 有一位已婚男子的一个回答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笑 台湾写了一封信给WHO 而且这封信 它根据的是大陆社群网站的截图 当然这个大陆社群网站上的这个截图呢 在当天 在12月30号当天 因为在对岸的论坛上也广传 所以呢当地的记者 大陆的记者 其实也打电话给这个武汉官方的 那武汉官方也证实了 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那一份紧急通知 是真的 那并不是假造的 那是真的 真的发布了一个紧急通知 说有不明肺炎的疫情 而且这个收治的病患 已经做好了隔离的工作 我再度强调 这个是在12月30号 30号 我标题可以念给各位听 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官方回应已做好隔离 那他的内文呢 是这个12320热线工作人员表示 武汉疾控部门第一时间 前往救治医院采集患者标本 具体是核种病毒 人在等待最终的检测结果 不明原因肺炎患者 已做好隔离治疗的工作 不影响其他患者到医疗机构 正常就医 这是12月30号 那12月31日的时候 那这一个证实的消息呢 也在对岸就传开了 所以呢 台湾是在12月31日的时候 拿着这一个官方 大陆官方证实的消息 拿去问WHO 翻成英文 然后跟他说 你看 中国大陆官方都是有隔离的病例的 现在是发现什么事情 你帮我问一下好不好 WHO说 好啊 我帮你问一下 大陆当天也回来说 我们的专家学者已经到现场了 已经开始调查了 这就是真相 好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不能明白 我们陈时中部长 公布这一封英文信 到底是要 闹什么笑话 但是我觉得更夸张的是 我们竟然有非常多的 充满台湾价值的网民 然后在护航我们的 这个政府的胡说八道 他说你看 你看果然 你看人家就是说 这个是有隔离 隔离代表有传染的风险 有传染的风险 代表强烈暗示人传人 所以你看我们当时就有警告人传人 而且我告诉各位 这几天以来 持这样说法的 还不是一般的乡民 我看到好几家 是医院的医师 他真的是医师 也说这样说法 说我们说有隔离 就代表人传人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成立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逻辑如果成立的话 你等于是在帮中共官方证明 首先向国际 向全世界警告有人传人风险的 就是武汉市的官方政府 你不觉得证明这件事情吗 那你这几个月以来 一直在骂中共官方隐匿疫情 到底在隐匿什么 人家武汉市的官方 那个卫生委员会 在12月30日当天 就已经证实了那个紧急通知 那个已经有不明肺炎患者 而且已经做好隔离工作的紧急通知 是真的 是官方的声明 这在12月30号就公布了 那12月31日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只是拿人家 已经证实的官方新闻稿 去问WHO 那请问这个是台湾先 告诉世界有人传人的风险 还是中国武汉官方 先告诉全世界有 人传人的风险 如果你要硬拗说 有隔离就代表 有警告人传人 那对不起 你现在是在帮中共官方洗白 所以闹到最后 我们发现原来陈时中 才是中共同路人吗 到底陈时中 到底是不是中共同路人 那我帮各位爬梳了一下 这整件新闻的脉络 这个新闻的脉络呢 其实是在3月24日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副总统 陈建仁接受了 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 那在这个专访之中呢 我们的陈建仁副总统 就跟人家英国金融时报说 我们台湾在12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警告WHO 是WHO不理我们 才导致了疫情的失控 我目前爬新闻爬到最早 台湾方面最早开始宣称 我们有警告WHO 应该是从3月24日的 陈建仁在金融时报的受访 里面讲的 那后来在3月底的时候 那你也知道 美国跟中共官方在吵架 那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跟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在推特上就整个吵起来了 那美国国务院 那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 美国的国务院呢 跟中国国务院不太一样 美国国务院是负责对外事务 所以它相当于我国的外交部 它是负责外交事务 那中国的国务院 跟我们台湾的行政院呢 才是统整各个政府部会部门的 好 那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呢 就在推特上 就跟中共外交部在吵架 那在吵架的过程中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说 台湾在12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警告WHO了 这个你们中国的这个疫情 有人传人的风险了 哇 当时这个推特一出 我们台湾的乡民就高潮了 哇 你看你看美国 肯定我们先跟WHO警告 我们首先警告世界 我们做好这个预警的风险 都是WHO不理我们 那我说真的 美国人说就真的是真的吗 而且甚至在这个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 在推特上的发言之后 我们的在脸书粉专上 有一个叫做 美国国会观察站的一个粉专 也出了这个文章 然后甚至是呢 美国在台协会AIT 也出了一个文章 而且他甚至用了一个 其实是什么 事实查核的一个形式 这种列列列列列 可是呢 我看AIT的文章 我怎么看 都看不出 台湾真的有向WHO 警告人传人的风险 我说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是不是美国人误会啦 是不是我们台湾的大外宣 做过头了 然后呢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可能他日理万机 可能他很忙 他也没有细看 他搞不好就真的相信台湾真的有事先警告WHO 或者也有一种可能 就是其实美国国务院根本就知道事情 可是呢 他就是要故意要恶心中共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常见嘛 反正就是双方在吵架嘛 那双方在吵架 我觉得这我没有意见 反正美国跟中国这两大强国 在推特上怎么吵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真正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 我不能够接受的是 很明显的 这一次 美国就是把台湾拿来当枪使 结果我们台湾人自己还自甘被当枪使 这个我不能接受 我不管你要叫 我讲过很多次 我不管你要叫这个国家什么名字 你要叫他中华民国也好 你要叫他台湾也好 你要叫他中华民国台湾也好 whatever 不论你要叫这个国家什么名字 你都应该要在意的是 国家的主体性 一个国家的国民 如果对自己的国家有认知 有主体性的认同 请问你怎么会允许 自己的国家 被其他的国家拿去当枪使 不管今天这个那个强国 是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中共也好 或者甚至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客们也好 我们的国家是被这些政客 拿来当枪使的吗 我们自己还喜滋滋的看到 哇太好了 我们有被当枪使的价值 我们就被拿去当枪的矛头去顶人家 那枪头折断了怎么办 这个不是美国负责任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的国民 有没有对国家 我们自己的国家尊重的问题 所以我自从那一次的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推特上的吵架 然后以及我们国内台湾网络乡民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真的是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慨 好我们话题再拉回来 那这段期间 自从陈建仁副总统在金融时报 谎称我们有通报WHO 加上美中发言人在推特上的吵架 台湾被当枪使 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就注意到了 我们的台湾政府 包括蔡英文总统 包括苏贞昌院长 我们的官方说法就定调了 台湾就是在12月底的时候 就通报了WHO 所以才衍生出了一连串的闹剧 然后外界批评的状况下 陈时中部长公开了那封信 结果我们一看那个信 哇天哪 我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英文 那封信的英文其实应该也不难 你看一下那个英文 很明显的我们就没有讲 我们也只是问一下说 今晚发现什么事情 我听说中国大陆那边发生一件事情 有没有很严重 有没有风险 我问一下而已 就这样 所以我真的不能够接受的是 台湾他正在示范 像国际示范 自己是一个说谎的国家 我不能够容忍我的国家 变成这样子的形象 所以我再话说回来 整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哭笑不得 相关的证据明明就非常的清楚 而且从我刚说的12月30日以来 这四个月的时间 其实你看我们的国家通讯社 我们的官媒中央社 传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一直在做大外宣 一直在出口转内销 一直在夸耀说我们台湾的防疫做的 各国都来效法什么的都夸赞 但是实际上到底哪一个国家 真的来找台湾的国家队帮忙 没有 他们都去找对岸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们的官媒中央社 做了一系列的新闻 我看新闻这么多年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以前看这种政治圈的新闻 其实一般来说 其实四大报的记者 因为他们人力比较多 所以通常我们看政治新闻 我们会看到四大报的记者 其实跑的可能还比较勤 因为中央社可能人手 比较没有那么多 可是反而在这一阵子的防疫期间 你会发现中央社的新闻 特别的密集 而且特别的强力的促销 官方的说法 那这些官方说法 如果他是真的 我觉得那无可厚非 如果他是真的 那我觉得我们官方 如果真的做的好 那中央社身为国家通讯社 他是一个官媒 他就是老老实的说 其实我们政府做了很多的好事 大家知道一下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 问题是我们的中央社 这一连串 这几个月下来 一连串的新闻 几乎都是夸大不时的报道 那这个东西就是出口转内销 那我们的纳税人的税金 就被我们的政府拿去做这样子的广宣吗 我们到底是在骗别人 还是在骗自己 好 骗自己就算了 你还骗到国际上去 我说真的 你以为美国人就真心相信 台湾有通报WHO吗 我相信美国人在偷笑 美国人很醒来 他们发言人就是把台湾拿来当道具 来利用而已 我相信美国国务院 一定知道真实的情况 他们只是为了吵架 所以把台湾拿来利用来当道具 那不要讲美国国务院了 你觉得其他的美国乡民 看不出来吗 你觉得其他国家的乡民 英国 法国 德国 看不出来吗 还有最近很热门的新加坡 或是我们的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越南 菲律宾 泰国 或是中国大陆的网民 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网民 你觉得他们真的看不出来了吗 我告诉你 我这阵子其实有稍微看了一下对岸的论坛 我告诉你一堆大陆乡民都在笑台湾 他说 所以现在是在证明说 我们中国大陆并没有隐匿疫情 对不对 我们12月30号就已经通告了 紧急通知了 这是官方发布的 对不对 他们说他们以前也不太相信 这个党的政府党的政定宣导 结果现在是台湾认证了 中国共产党已经首先向世界警示了 人传人的风险 太好了 不就证明了中共没有隐匿疫情吗 中国大陆的网民都在笑台湾人 这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曾几何时 我们政府 我们台湾的形象 已经堕落到如此的地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下段节目继续回来探讨口罩的问题 先休息一下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 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 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和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 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 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 让人生得意 虚敬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 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 关心您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谢燕荣 七点钟 三十五分钟早报新闻 李雅园十二点午餐新闻 黄立凤十八点新闻院 还有十分钟早报 新闻早点名 李财APP 手机 桌机 收音机 锁定中广新闻网 新闻快又广 全球大事不漏网 未知让人恐惧 错误的讯息 让人不安 中广新闻网 是您最佳的陪伴 中广新闻网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我是黄世修 我们上一段节目 提到了 到底台湾有没有向WHO 通报 人传人的风险 我们刚刚就说了 在12月30日的时候 武汉当地的官方政府 就已经发布了一个紧急通知 这份紧急通知呢 你在危机的文库上 可以找到这个记录 这都是公开的记录 12月30日 武汉的市医正医馆处 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 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 2019年12月30日 然后呢 在2019年12月31日的时候 这是我们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他的标题是 中国不明肺炎疫情 疾管署研判与SARS 较不吻合 然后呢 内文是怎么说呢 他说 中国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 疾管署今天表示 这种台湾的疾管署 依中国官方最新公布 目前27名肺炎病例 其中7人病情严重 但没有人传人 也没有院内感染现象 跟SARS不太一样 但有待检验确认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是12月31日 下午4点11分 台湾国家通讯社 中央社的报道 他说了 中央局中国官方的消息 没有人传人 然后呢 同样是12月31日的报道 因应中国肺炎疫情 疾管署及其登机检疫 所以呢 我们当时确实开始在关注 对岸所发生的这个疫情 但是我们并没有掌握到 确切人传人的证据 然后我再为各位念者新闻 在2020年1月6日 同样是我们的官媒中央社 武汉不明肺炎 因观察是否人传人 14日以后是关键 这个是2020年1月6日的 我们国家通讯社的标题 我们当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 这个肺炎会不会人传人 1月9日的时候 同样又是中央社 我告诉你 故意就是找中央社的新闻 武汉肺炎初判新型冠状病毒 评估人传人能力较弱 在1月14日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才有了 肺炎新型冠状病毒 有限度人传人 疫情恐扩散 然后在1月19日的时候 WHO确认病毒 有限度人传人 这些东西 以上念的新闻 全部都是国家通讯社 中央社所发布的 但是呢 即便 即便我们没有去爬梳 这些中央社的新闻 我请各位用一个尝试的逻辑来判断 1月30 12月30日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干嘛 节目一开头我就说了 12月30日的时候 当时候台湾在总统大选啊 12月底 那根本就是选战白热化 各式各样的造势场合 多得不生其数啊 你们看到那时候 十几万几十万的人潮 一直一直每周梦都在办造势 对不对 尤其那什么选前之夜 我们是在1月11日的时候投票 对不对 那1月10日 那天选前之夜 哇 蓝绿双方 人马大车拼 都各自动员了几十万人 然后你跟我说 好 你就说在野党的国民党这边 那就算了 韩国瑜叫那么多人来 韩国瑜也没有掌握到 到底我们这个中央的机关署 掌握到什么情报 可是蔡英文总统 他是现任总统 蔡英文总统是现任总统 可是呢 他在12月底 甚至到了1月初 到1月10日的选前之夜 他仍然聚集了几十万人 在凯道上 或者在南部的 这个高雄的场次 那你不是说 台湾很早就知道 这个肺炎有人传人的风险吗 而且我们从12月31日开始 我们就开始实施登基检疫 从对岸回来的班次 我们就要登基检疫了 代表这不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竟然还可以 办这种几十万人的造势 我再强调一次 蔡英文总统是现任总统 如果我们现任的政府 在12月31日 就已经掌握了 人传人的风险 而当时两岸的航班 是还没有断的 也就是说 台湾其实是受到 对岸疫情扩散的威胁的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明明知道 这个新型的病毒 是有人传人的风险的 两岸的航班 也还没有断绝的情况下 我们竟然可以就像 大拉的办 几十万人动员的 造势的活动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甚至我们在把时间 拉到二月初的时候 我在这个上星期的 中广论坛 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我们的陈慕容医师 柚子医师 帮行政院拍广告 二月初的时候 他拍的广告说 因为台湾没有进入社区感染 所以搭捷运不需要盖口罩 那个不需要 还特别大致特别强调 不需要 好那我们知道 我们12月底 我们就知道会有人传人的风险好了 然后我们历经了整整一个月 我们到二月初的时候 而且二月初的时候 台湾已经开始有病例了 台湾开始已经有确诊病例了 而且还是有人传人的风险 然后我们的机关署 我们的行政院 我们的指挥中心 竟然还找幼稚医师拍广告 然后告诉大家 带捷运不需要戴口罩 你不觉得逻辑完全错乱了吗 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最常识的判断 我还不要求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 这个把中央社新闻 每一则全部都爬出来 我的笔记上有 我每一则中央社新闻 全部都爬出来 你比对那个时间走的顺序 你就会觉得现在这个政府 这已经说谎说到非常荒谬的一个程度 然后一直到3月24日 我刚刚就说了 从陈建仁副总统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 他跟英国人说 我们台湾早就警告WHO了 这不就是公然的欺骗吗 陈建仁副总统是天主教教徒 你是可以这样子说谎欺骗的吗 这是违反了天主教的教义呢 你还号称是圣骑士呢 一个说谎的人上得了天堂吗 会受到上帝的眷顾吗 我不知道啦 那从3月24日开始 你就发现 我们中央社大量的新闻 就定掉了台湾官方的说法 就是台湾已经有警告了 包括我们的外交部 说去年已经市警了武汉肺炎 恐人传人 但WHO未公告 这是中央社的标题 或者是台湾去年底市警武汉肺炎 恐人传人AIT支持说法 连美国在台协会都背书了 这也是中央社的标题 我们的中央社 我们的国家通讯社 不断的在做这种官方宣传 定掉了 就是这个说法 这不是一种集体的渔民的措施吗 那从3月24日一直闹到4月11日 哇这整整闹了两个星期 我们最后公布那封信件 才发现一切就是一场骗局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等等再回来 生命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享用美食欣赏美景 听听世界各地有趣故事 用心享受生命中流动的饗宴 我是欢欢何婷欢 4月6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11点07分 我在中广新闻网生活有够欢 YouTube中广新闻网频道同步直播 邀您一起让人生得意虚敬欢 病毒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但困境让你我的心更靠近 中广新闻网关心您 新闻网改版咯 重新出发 欢迎回到中广论坛 好上两段节目呢 我们终于确认了 原来陈时中就是帮 中共官方洗白的中共同路人 原来是他证明了 中共早在12月30日 就已经强烈暗示 全世界有人传人的风险 因为他们说 当天已经做好了隔离工作 有隔离代表强烈暗示人传人 OK原来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陈时中 原来他是中共同路人 好那这几天呢 另外一个热门的新闻呢 大概就是 新加坡的总理夫人何金 他在脸书上 转贴了一则 台湾要捐赠口罩 给新加坡的新闻 他的评语只有 简简单单几个字 呃 他呃了一声 就引起了 台湾跟新加坡的网友 非常激烈的比赞 那我说真的 我也觉得这件事 非常的好笑 那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我觉得一开始 大家都是物理看花 他想说 台湾捐口罩给新加坡 新加坡总理夫人 在那边呃什么呃 对不对 是怎么不知感激吗 还是什么样 这明明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要呃 那当然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来龙去脉 你当然会觉得 这句呃是非常的困惑的 但是呢 因为我一直有在跟这件事情 早在1月23日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行政院长 孙贞昌 宣布 全数证用口罩 而且禁止出口 禁止出口 全数证用口罩 他说会从1月31日开始 但是出口的禁令 从1月24日就开始了 所以当时我们就 我在中广论台上 当时我有批评说 你这样子全面的禁止出口 那是不是会引来 就说你其他国家的口罩 你反而禁不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这只是一个故意 故意去激怒对岸的一个 政治性的一个发言 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 已经会酿成一些后遗症 那果不其然 新加坡就是其中一个 受害的对象 而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呢 故事是这样子的 新加坡有一家厂商 叫做ST Engineering 叫新科工程 那这个新科工程呢 在台湾 有两条的口罩产线 这两条产线呢 生产的 其实也不是我们一般的 这种三层的医疗用口罩 它生产的是更高阶的 是医护人员专用的N95口罩 那新加坡当时把这两条产线 摆在台湾 那他们自己本地呢 也有3M的这个N95口罩的一个厂商 这算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安全保险 可是新加坡他没有想到 台湾既然说进出口就进出口 所以新加坡很为难啊 我的产线放在你台湾 然后你台湾现在说口罩要进出口 那现在又是我新加坡防疫的 最关键期间 那时候还是1月底 2月初的时候 那我的口罩在台湾运不回来啊 那你要我这些医护人员的N95口罩 上哪找去 所以对新加坡来说 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困扰的 那我们这边的经济部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 我们在1月24日之前 我们没有禁止出口啊 1月24日之前 如果你已经接单的 已经完工的口罩 你这样可以出去啊 对不对 这是官方的说法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官方公布的说法之中 他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那请愿1月24日以后的呢 难道新加坡只有在1月23号以前才需要用口罩 1月24日以后新加坡根本就不用口罩吗 不对吧 所以新加坡就觉得说 我两条产线放在你那边 然后你跟我说1月24日以后 要禁止出口 那我的厂机台都在那边 那我问你 如果我的机台在1月24日生产的口罩 能不能回新加坡 我们台湾官方刚刚说 当然不行啊 我们1月24日之后就禁止进口啦 就禁止进口啦 当然不能够运回去啊 那我机台在那边放着 生产了也运不回来 那不生产就闲置在那边 那我请问我新加坡本地的需求该怎么办 我们台湾就是以毒不回 所以怎么办呢 在2月初的时候 其实在2月初的时候 合金的脸书上 就是我们新加坡总理夫人合金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 淡马席基金的执行长 那淡马席他其实是新加坡的一个国家主权基金 他掌控了几兆元的资产做投资 那甚至包括这个新科工程 ST Engineering这家公司 也是淡马席控股的其中一家公司 所以合金他身为淡马席控股的这个执行长 他从头到尾全程知情 他在2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在个人的脸书上 谈到了他要把这两条产线移回新加坡 那你当然就问说 我们也没有禁止说 这个1月24以前的口罩 出口到新加坡 对啊是没有禁止啊 那24号以后的呢 禁止了啊 所以我运不回来啊 然后现在台湾官方 我们经济部又强调说 这个新加坡要把这个产线移回去 要把这个机台撤回去 我们没有阻挡啊 我们没有欠他 我们没有亏欠新加坡 我们没有阻挡啊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觉得说 请问这些机台 在搬运的过程中 是可以边搬运边生产口罩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这些机台放在台湾 然后呢 你又不征用它 但是你也不让它出口 那这些给医护人员救急的N95口罩 就被扣在台湾 所以后来ST Engineering 就只好把产线搬回新加坡 那搬回的过程中呢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 三月份的时候 这些产线这些机台回到新加坡 才重新的上线开始量产口罩 那中间超过一个多月的口罩的产量 而且还是医护人员用的N95口罩 就白白损失掉了 所以在新加坡的防疫 最关键期的时候 你叫新加坡白白损失一个月的产量 然后一个月之后 现在已经四月了 四月了 现在新加坡 已经自己解决N95口罩的问题了 它一般民众用的 这种三层的医疗用的口罩 中国大陆的医用口罩产能 也开起来了 或是东南亚其他国家的 这些口罩的供应 都相当充足了 然后呢 台湾也没有问一下新加坡的需求 就说 我们台湾国家队 有盛产口罩 我们要捐助新南向的国家 新加坡来 我要赏礼 新加坡总理夫人何金 他除了额 请问他要发什么 我觉得他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何金修养很好 他没有口出恶言 他只是看到这个新闻转贴了 然后额 对 何金是淡马席控股的执行长 他二月的时候 就在谈产线移回新加坡的事情 他从头到尾全程都知情 我说真的啦 如果你今天你是这家厂商的执行长 不饿你饿谁啊 不饿你饿谁啊 你在救急的时候 你把人家的机台给扣住了 你把人家的货给扣住了 然后你说 没有啊 那个我没有挡你把机台搬回去啊 只是说你机台如果放在这边 生产的运不回去而已啊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当然不得不得不把 我的机台搬回我的国家 那扳运的过程中 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通通不能生产口罩啊 而那个就是防疫的最关键黄金期啊 所以我再讲一次 不饿你饿谁啊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官方的新闻稿 包括我们的执政党的立委 不断的出来洗地 说我们没有扣人家口罩啊 对不对 24日以前的都可以出口啊 对不对 24日以后的呢 你看你看这个新加坡 这个ST Engineering 他们还是有报官啊 你看22日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出口到新加坡一批啊 那是22日的资料啊 而且我刚说了 那个是报官的数字耶 那个不是库存的数字耶 请问他的库存真的清空了吗 那那些库存出得去吗 我觉得他就是咬定了 我觉得这些职制党立委真的很可恶 他咬定了一般台湾的民众 看这些报告 这些财政部经济部的公文 看不会看那么细 他随便用一个报官数字就呼隆你 我再说一次 那个是报官数字 最后一批报官的是1月22日 那请问1月22日之后 到2月12日 新加坡开始搬机台 搬回到他的本国去 请问1月22日到2月12日这段期间 口罩呢 是不是不能够生产 那你就损失了这段时间了 还不止 2月12日机台开始搬回去 然后在新加坡当地重新组装 然后呢还要通过当地的 这些相关的品质的检验 他们这个东西倒还是要重新跑一遍的 重新的上线 重新的量产 一直到3月份的时候才搞定 3月份之后才开始生产 那请问2月12日到3月份的这一段时间 又过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 新加坡原本应该要拿到的口罩 N95口罩的产能 是不是白白的损失了呢 所以我真的非常看不起 这些民进党的例如 尤其是今天下午 我真的是忍不住 我真的写了一篇文直接点名 民进党立委林楚音 林楚音他直接拿财政部的报告说 这个新加坡 这个厂商新科所生产的口罩库存 1月22日就被放行了 结果你拿出来是报官数字 你拿出来的不是库存数字 你骗外行人可以 你骗一般的台湾民众 不会看那么细 可以 你骗不了内行人 我再讲一次 那个是报官数字 那个不是库存数字 而且第二个 经济部1月23日发公文说 24日开始就要限制出口 然后你现在不断的强调说 24日以前完工的口罩 可以申请专案核准输出 可以申请专案 可以申请 好 24日之后的呢 而且24日之前的 你还要 这个大费周章 去申请一个专案 你才能够运回本国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再来 官方现在强调说 ST Engineering这些设备 12月12日 迁回新加坡 我们没有扣留它 所以我们没有亏欠新加坡 那是这样讲的吗 我在今天我刚才 下午我在 录节目之前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在脸书上 我就说 好我们就换一个角度 讲好了 今天假设是台湾厂商 把口罩产线设在 中国大陆 然后而且这些产线 占了台湾的 大部分的供应量 好 湖北武汉 爆发了这个肺炎的疫情 结果中共官方下令 全面禁止口罩出口 那台湾厂商都说 这些产线 对我们台湾人很重要啊 中共官方说 我没有挡你们 把机台搬回去啊 所以呢 台湾厂商就知道 摸摸鼻子 开始拆机台 开始打包 所以在防疫 最紧急的时候 台湾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拿不到这些机台 生产的N95口罩 然后一个多月之后 台湾的厂商 终于让产线 在台湾 重新组装上线 开始生产 那民间呢 从东南亚 进的大批的 这个医疗口罩的货 也到了 所以大家都有口罩用了 结果这时候 中共的外交部 才跟你说 我们国家队 要捐赠台湾口罩 而且这个口罩呢 越来越薄 然后过滤率 只有80% 而且呢 习近平还整天在微博上发文 China can help China is helping 请问 这个时候 你会在脸书上留 呃 还是 骂脏话 FXXK You China 你会哪一种 我就问民进党立委 林楚音嘛 如果今天是这样子 中共这样子对待台湾的厂商 在救急的时候 把我们的机台 把我们的货给扣了 然后到我们现在已经充足了之后 才假情假意的说 诶 我现在身上很多 我现在要捐赠给你们咯 请问你会对他说 呃 还是骂脏话 这是个最简单的逻辑啊 而且 而且 现实世界的中共官方 从头到尾都没有禁止口罩出口 林楚穴很讽刺啊 号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 他反而尊重自由市场的机制 而号称民主自由的台湾 我们在这段期间 却不断的中央集权 甚至实施共产配极制 我在几个星期前的中广论坛 我就说了 这些统购统销 是60年前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 已经实验失败的政策 结果60年后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都已经不这样干了 反而是台湾的民主进步党这样干 你不觉得很讽刺吗 所以我就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台湾的政府不断的在外媒 买广告 然后出口转内销 说台湾的防疫好棒棒 但是 曾几何时 你看到哪一个国家 真的来找台湾的国家队 去打国际杯 没有 各国领导人 热线的对象是习近平 不是我们的小英总统 我今天不是说 我今天不是说我只会 护航新加坡 为新加坡打抱不平 然后回过来打我们台湾自己人 不是 我不是要欺负台湾人 是我们台湾政府真的做错了 台湾不能够变成在国际上 说谎的流氓国家 我们扣了人家的东西 我们在人家最紧急的时候 扣了人家的救命的物资 然后 时过境迁 我们装作一副说 我现在要捐给你东西咯 然后人家 其实也没有口出恶言 人家也不过就是转贴新闻 呃了一声 然后我们大批的乡民 就去人家合金的脸书上洗版 然后用一大堆的种族歧视的攻击 人生攻击去攻击合金 那幸好合金真的修行真的很好 他今天下午重新编辑那一篇文章 讲得很委婉 但是呢 你如果懂英文的这个说话技巧 你会发现其实合金是非常有礼貌的 酸了台湾一把 这就是台湾现在在国际上的形象 我再强调一次 我不是为了要护航新加坡而打台湾 而是台湾不能够变成在国际上说谎的流氓国家 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嘲笑中共只会做大外宣 人家大外宣 他们还真的是中共官方不断的输出医疗物资给其他国家 他们还真的是这样做 各个国家也都找他们 而我们呢 我们只是在不断的夸大 然后去跟WHO的秘书长 跟谭泽赛吵架 甚至还要募资募了一千多万 要去纽约时报买广告 告诉全世界 我们现在在跟谭德赛吵架 我们现在跟WHO在吵架 全世界都在忙防疫 谁会理你这件事情 你们到底是在丢台湾的脸 还是在增加台湾的价值 所以我就真的觉得 这一些自称台派的 你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看到台湾的形象 被这样败坏 你们会甘心吗 你们看到中共这样做的那么好 结果台湾做的那么差 台湾其实原本也做得到的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做到 你会甘心吗 我不甘心 我今天不是为了说 要欺负台湾人 我是真的觉得台湾政府做错了 你们正在败坏台湾的形象 我不是在讲中共的好话 我是觉得说中共做到的事情 台湾也应该要做到 结果我们没有做到 我们整天只在那边吹捧自己 整天在那边造神 然后整天在那边四处出征 其他国家 你说这个东西在我们自己国内网谈上讲一讲就算了 你闹到世界卫生组织 你闹到非洲联盟55个国家 出来力挺谭德赛 我们一下子就结交了55个敌人 这真的对台湾的形象有好处吗 这真的是所谓的台湾价值吗 这真的是台湾人想要带给世界各国的印象吗 你们嘴巴上说的很好听 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 helping what 我们正在传达一个 种族歧视的一个形象 我们正在传达一个强烈攻击性的形象 我们正在传达一个夸大不实 而且四处欺负人家的流氓形象 我没有说 我不喜欢整天说我爱台湾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非常的不忍心 爱台湾不是你们这些自称台派的人 说整天说自己有台湾价值 就叫爱台湾 你们应该思考一下 台湾政府的这一些作为 是丢脸丢到国际上 而我们台湾人自己人 如果不站出来说话 台湾的形象就会毁于一旦 以上是今天的中广论坛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中广新闻网 YouTube频道收听收看